中國能耗雙控 鋼鐵人要起飛了嗎? 到底有沒有辦法充電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平均 歡迎胡老師 平均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中國這個能耗雙控 大家都在關注說 鋼鐵族群會不會因此受惠 東山再起 這個指標又要看誰呢老師? 好我相信 這個大家看到今天 鋼鐵股逆勢上漲 想說會不會有充電 因為鋼鐵人要充電對不對? 對啊 他充電那個心臟需要充電 跑起來 對才會飛起來 那到底有沒有電可以充? 那我們當然 我說過鋼鐵股的龍頭 是誰呢? 中鋼 對我們就是看中鋼就對了 其實我在之前在解鋼鐵股的時候 那是在8月份的時候 我就已經講過說鋼鐵股 你不用太過於指望 為什麼呢? 因為鋼鐵股你可以看這個 所謂的整個解套賣壓 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非常大 對很大對不對? 那這麼多的人要等解套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來平均 如果你是很有錢的主力 你手上有5億好了 你願意幫這些人解套嗎? 不會 對啊 我花5億只是幫人做解套 目前股市好像沒有這種大善人 所以說鋼鐵股 其實籌碼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那尤其未來的整個題材性 跟需求 常常是背道而馳 題材什麼叫題材? 什麼叫需求? 我相信在這個地方我就稍微簡短的做個解釋 所謂的題材就是大家只能想像空間 認為他可能 可能會上升 對 可能有這個需求 但實際上的需求卻沒有那麼大 大部分在之前鋼鐵股就是在炒這個 所以我們常在講說鋼鐵股在炒題材 很少說鋼鐵股是有真正的需求 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之前我也常常跟我的一些投資的朋友 還有我們Light的客戶 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鋼鐵股的需求一直上不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鋼鐵他在怎麼放 會受到土地的限制 鋼鐵只用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在營建 第二個是在什麼? 就蓋開車 對 就在車子 不管你是在營建還是在車子 你會受到土地的限制 也就是說你今天蓋了多少房子 就看你的土地有多大 有那麼大 對 你的車子能放多少 也是看土地有多大 總不能把這個車子疊上去 所以說他一定會有限制他的所謂的需求 所以因此鋼鐵股 也不能夠太過於想像空間 尤其是不管是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其實每個國家鋼鐵就是最基本的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生產鋼鐵 所以你說要轉單 我覺得效應真的不會太大 不要太過於期望 我們剛剛看過了中鋼之後 好 重點還有什麼? 一個空方缺口 其實那個空方缺口就已經告訴你了 整個鋼鐵股 已經完完全全的轉落了 不要再有任何的期待了 這個空方缺口沒有回補之前 這個中鋼不是盤就是底 就不是在盤整 它就是會往下跌 如果是中鋼是這樣 你認為其他鋼鐵股 那就也不會表現了 對 就不會表現太好了 不相信的話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它的子公司中鋼 是不是也是一樣呢? 也是出現空方缺口 你看那個解套廟那麼大的一個框 誰要幫他們做解套? 就回到剛才的那個老問題 好 再來我們再看就是比較多人 去看到的所謂的夜鑫 好 夜鑫這個地方也是有個空方缺口 我們剛才看的這三檔都是有空方缺口的 實際上你手上有這些個股的投資朋友 我當然建議你應該要趕快去做 換股操作會比較好一點 否則在實際需求沒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這些股價要再一飛沖天 我覺得真的有點困難度 好 我們就來看一個 已經回補缺口是長怎麼樣? 就是夜鑫 那個缺口回補了 那就回補之後有繼續往上走嗎? 沒有 對啊 所以回補缺口以後還是一樣 還是在這邊盤 也就是說你剛才前面那三檔 不管是中鋼 中鴻 跟夜鑫 就算他回補缺口之後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覺得要等他回補缺口嗎? 可能等不到 可能要等成交量過來的時候 對 就是說你等的也是白等 回補缺口也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就是威治 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你看他回補缺口之後 然後又再破底 對 就是說回補缺口不代表 他未來會再繼續往上漲 這不是這個答案 你看回補缺口又再破底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其實股價我們最怕是什麼? 不是怕急跌 急跌你會出 是怕一直慢慢跌 對 平均答對了 我真的要問他 有時候最怕的就是叫盤跌 慢慢的跌你就沒感覺對不對 而且你每天都有希望 就像溫水煮青花的道理 對 然後再加上三不五時 又來個題材想像對不對 一下上美國要基建又轉單 一下中國又怎麼樣又要轉單了 其實都沒單可以轉 結果就造成這個盤跌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鋼鐵股 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留意 該不該來換股操作 給一個另一個方向的思考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胡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胡老師Light跟Telegram 台經及時通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